接上急 江玉衡忍不住笑着将我捞进怀里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真不放心你自己出门 账都算不清 被人贩子卖了 还帮人输钱吧 开玩笑 怎么可能 没想到一大早婆婆就来突袭 当听到客厅传来声响时 我下意识地呢喃了声 是不是咱妈来了 江玉衡穿上睡衣 我去看看 没事 你继续睡 隔着虚眼的房门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声 乃姨还没起来吗 我炖了汤 趁热喝才好 她昨晚太累了 让她多睡会儿吧 婆婆又刻意压低了声音 你们的工作也别弄太累了 就应该趁年轻赶紧要个孩子 天知道 昨晚我是想忙工作来着 结果 我关着脚下床 隔着房门 想听听江玉衡怎么处理婆婆的催声 她还小 不着急 我哪儿小了 哼 就知道拿我当挡箭牌 婆婆没被她忽悠过去 二十二岁不小了 再说了你可快三十了 早点生孩子我 还能帮你们照看 感觉江玉衡快要应付不住了 我于心不忍 拉开门走了出去 妈妈 您来了怎么不提前说 我好去接您 说着我就上去抱住她 这老太太嘴银心软 每次抱她 嘴上说着肉麻 却笑得跟花似的 哎哟 我的男婴终于醒了 我给你带热汤 快趁热喝 眼角瞥见江玉衡松口气 嘴角上扬看着我冲老太太撒娇 江老太太带的汤喝得底朝天 我将碗底给她看 赶紧邀功 您看我全喝光了 江玉衡为难地 看着面前的十全大补汤 微微皱眉 妈 您以后就别辛苦抱这趟了 我喝了流鼻血 妈这次专门研究过了 减少了几位药材 不会流鼻血的 你放心喝 江玉衡一向都不喜欢喝有药味的汤 我拿过他的碗 江玉衡来不及阻止 我就仰头咕噜咕噜地喝完 连打嗝都是药味 其实我还挺喜欢 嗝 喝这汤的 老太太满意地收着碗筷 还是难应怪 江玉衡在桌底下握住我的手 我冲她挤挤眼 没事 我知道 这是我和她的默契 这家伙在感激我的旧场 走的时候 老太太还给我留了不少煲汤的料 叮嘱我一定要多顿汤 喝养好身子 早点要个孩子 我点点头 关门回过头 鼻血却巴达巴达地落下 江玉衡心疼地皱了皱眉 快速地抽出纸巾 放入我流血的鼻孔 用单手压迫我两侧鼻翼 我让她下次别包了 没事 老太太退休了 总要找点存在感 我们多理解就是了 抬头对世上她温柔的眉眼 她弯起嘴角 傻药 趁江玉衡去上班 我终于有时间和小姐妹出来约饭 童月和我在画展认识 后来嫁给了个富二代 彻底地过上了傅太太的生活 知道我这个月零花钱只有五千的时候 她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不是吧 江玉衡不至于吧 不过你是不是傻 每天二百 一个月就有六千了 你非得要她一次性的给 你打五千 是不是画画画糊涂了 童月有这想法也不奇怪 毕竟江玉衡因为这事笑了我一晚上 看她那得意的样 我就不打算扫她心了 我刚毕业还没开始找工作 画作出版的钱也还没打过来 我现在就是个穷光蛋 我找了人脉很广的达人 帮我邀请一项客户 加我微信 他需要我先付钱 毕竟给客户画定制图 是我的长项 收入也还可以 只要有客源 我就有信心做起来 每天给我打二百 我就要唱多一个月后才能干这事 那我就少赚几幅画作的钱了 所以想想 就算少了一千 我就当用钱买时间吧 听我讲完 童月正正的点头 你对钱的热爱真的是争分夺秒 我耸耸肩 继续低头画画 人不爱才 天诛地念 将客户定制的图画完 我看了严手表 我得回家做饭了 姜玉恒最近经常加班 我给他做点好吃的带去 啊 一会儿不陪我逛街买衣服了 我拿起包 捏了捏他肉嘟嘟的脸颊 等我赚钱了 再好好地陪你逛逛 好吧 那你注意安全哦 折腾了半天 终于把和饭和炖汤都做好 到律所的时候 刚好是饭点 大家都在各自的工位上吃着饭 大家都在吃饭呢 我做了好多菜 一起来吃呀 小白看到是我 脸上露出了大大的笑容 嫂子 你终于来了 我真的太想念你做的菜了 说着就伸手打开饭盒 急忙加了一大块牛奶塞嘴里 好吃 姜玉恒听到动静 从办公室出来 看到是我 疲惫的脸上终于露出笑意 听到动静 我就知道你来了 哇 老大 这可是好东西 大补啊 身后传来大家的启哄声 我转身这才发现 小白已经将我给姜玉恒的炖汤打开了 姜玉恒脸上黑得不能再黑了 活都干完了 是不是想加班 小白立即站直身体 很努力的憋着笑 小心翼翼的将炖汤在姜玉恒手里 我错了老大 您多注意身体 男婴 进来 跟着姜玉恒进办公室 看他满脸黑线的夹起汤里的牛鞭 你觉得我需要这个 不不不 我紧张的摇着手 试图解释 老太太说这也能治疲劳 我的头垂得不能再垂了 嗯 然后呢 他的眼底竟是笑意 我叹了口气 如果你不喜欢 那就到了吧 姜玉恒嘴角扬起 并未多言 一口喝完 喝完了 到时候你可别哭 我怎么又把自己往火坑里推了 我在干什么 姜玉恒一忙起来 就忘记时间 看他认真工作的样子 我实在不忍打扰 还好在他办公室有一间休息的小单间 我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 能感觉到一边的床线了下去 他温热的肉体朝我贴近 将我揽入怀中 分不清现实还是梦境 我推开家门 看到满地的血 心田的血液气息扑面而来 我慌弯地朝卧室跑去 被地毯半倒 抬头的瞬间 看到了倒在床底的双亲 瞳孔已失去了焦距 不 我被噩梦惊醒 头发都被汗水浸湿了 又做噩梦了吗 姜玉恒急忙将我揽入怀里 大手安抚地轻拍我的背 我稍稍缓和了一些 却还是害怕地浑身发抖 我的手缠住他的腰 将脸埋在他的胸口 呼吸他身上熟悉的味道 才能让我感到安全 我又梦见那天了 姜玉恒一顿 大手继续轻拍我的背 别怕都过去了 高志强也死了 听到高志强这个名字 我还是会害怕地头皮发麻 我和姜玉恒的相遇 是因为这个人 而这个人 让我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切源头 都是因为五年前的江北市 灭门惨案 五年前 我十七岁准高三 学校组织我们晚自习 也正因如此 我躲过了那场腥风血雨 高志强入室盗窃 被我父母发现后 将他们残忍地杀害 但他并未离开 看到我放在书桌上的照片后 在暗处等我回家 当我回到家推开家门时 看到家里的惨状 和站在窗帘后的高志强时 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幸好是邻居被动静吵到 及时报警 我才躲过一劫 但之后的官司并不顺利 高志强矢口否认故意杀人 他一脸无辜 只承认自己的盗窃罪 因为我父母发现 我父母对他施暴 才导致他防卫过当过施杀人 你胡说 我父母一生信佛 怎么会对你施暴 真的很难 很难 万念俱灰 等我游荡在街上 看到了江玉恒的海报 西装革履的他 眼神如巨地看着镜头 他如此年轻 就在律师界出类拔萃 我多处辗转 才终于找到了和他见面的机会 本不抱什么希望 毕竟他的律师费用高昂 借案子又极其苛刻 但没想到他一下子答应下来 后来官司打赢了 高志强被判死刑 立即执行 即便官司赢了 我也成了孤儿 那一年江玉恒也才24岁 他站在我门口 逆着光 像是飞向人间的天使 跟我回家吧 我在一暗的角落中 缓缓地走出来 握住了他朝我伸出的手 那一刻 感觉自己在这世界上 并不是孤苦无依 之后我住进了江玉恒 在市中心的家里 主卧有卫生间 我睡 他睡书房 也时常加班 因失去双亲带来的冲击 我的成绩 从年纪前三一落千丈 拿着成绩单 回家要家长签字时 我竟然色缩在他书房外不敢进 我怕看到他失望的眼神 然后不要我 但他没有 他只是翻了翻我做错的题 教我一点点地去改正 没事的 你尽力就好 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有时候他有空的时候 也会辅导我功课 周而复始 我冰冷破碎的心慢慢地回温 甚至在见到他的时候 越发疯狂地剧烈跳动 但他似乎在有意地和我拉开距离 于是我开始躲他 拒绝他的补习 收回不该有的感情 多重抑郁 高考的时候 我发挥失常 与梦想的大学失之交臂 但那一年 我18了 我可以不需要监护人了 只是他的心思实在过于细腻 他发现了我的逃避 当我收拾好行李 想要搬离的时候 他将我堵在房间门口 别走 我垂着头不敢看他 打扰你这么久 你也该有自己的生活 他抓过我手中的行李放下 别说傻话 我是认真的 我强忍着鼻酸拿过行李 他抓得很紧 不愿意放手 倔强的抬眼看他 就被突然的激吻 弄得浑身颤抖 那是我的初吻 也是他的 江玉恒用他的方式 将我抽离那黑暗的深渊 他总说 你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开开心心的就好 我也慢慢地 从阴郁伤痛中走出来 变得爱笑 爱撒娇 我甚至很喜欢依赖他 即便很多事 我都可以自己做 就如同我能够徒手撕快递 但只要他在 我永远拧不开品盖 我能踩着高跟鞋 跳踢踏舞 但只要他在 我就会喊累 然后收获他背着我回家的待遇 依赖他总是会让他觉得 他是被我需要的 没有我 你可怎么办 每当他说这句话时 眼里分明全是满足和骄傲 我会抱住他 挑衅地看着他 没有我 你又能怎么办 我为他做的 是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 炖一锅好汤 做一桌好菜 把他的衬衫 洗得干干净净 晕得平平整整 他永远不知道 自己想穿的衣服放在哪里 我甚至能给他安排好 每天穿的内裤 面色红润的自己 我都想不起17岁那年 蹲在教室角落里哭泣的小女生了 早上醒来的时候 江玉衡已经醒了 眼下的黑眼圈很重 醒了 你是不是想爸妈了 一直在说梦话 我轻抚他的脸颊 嗯 对不起 没能让你好好休息 又说傻话 我今天请假 陪你去看看他们 他总是这么温柔 心思细腻地捕捉到我瞬间的情绪 驱车赶往郊区的墓地 漫山遍野的野花都开了 我站在双亲的墓前 勾住江玉衡的手臂 爸妈 你们放心吧 江玉衡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 吃穿不愁 很幸福 江玉衡将我揽住 低头默默地亲吻我的发顶 如此 现实安稳 真好 江玉衡把我送回家 在车上就接到了律所的电话 你去忙吧 不用管我 我回家休息一会就好了 江玉衡有些迟疑 我笑着握住他的手 真的 我自己可以 好 那我送你到小区门口 挥手和他告别 我转身差点撞到了人 不好意思 有没有踩到你 对方摇了摇头 并没有计划 我心里直发毛 只好干笑着 往小区的方向走 但他似乎没有放弃 只是一直跟在我身后 我走得越快 他的步伐越是急促 刚准备走进小区呼叫保安 就被他赶上 坚硬的刀尖 抵住我的腰部 他在我耳边压低声音 你知道该怎么做 我看了眼空无一人的保安室 咽了咽口水 静止往小区里走 你 你要干嘛 去地下车库 开你的车 江玉衡的那辆奈巴赫 才修好回来 孤零零的停在车位上 男子将我挟持进车里 在副驾驶上 用刀尖抵着我的腰 你是谁 要钱的话 我包里有一些现金 你都拿去 他微眠着眼 情绪有些激动 我不缺钱 我只想让江玉衡 做我的辩护律师 我撞了人 我不想坐牢 我咽了咽口水 试图安抚他 撞人 很严重吗 没撞死 补了几刀 死 死了 废话 不死老子能在这儿吗 你赶紧打电话给江玉衡 让他救我 否则 就给你收尸 大哥你先别冲动 我看你的穿战 应该是大户人家 只要有钱 还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 看他没那么激动了 我继续说道 我们家江玉衡太倔了 但他听我的话 我到时候帮你和他说说 你现在就打 我拨通江玉衡的电话 但那边一直是盲音 估计在开会 这男人一下子怒了 让我开车离开小区 路只会越来越偏 我不知道他要去哪 但我知道在跟他耗下去 吃亏的就是我了 眼见路边有夜间的烧烤摊 我方向盘一转 朝马路边的电线杆撞了上去 那一瞬间是猛的 我来不及犹豫 就扯开安全带跑了出去 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 我抓住路人让他们报警 当江玉衡赶来时 我第一次见到他如此慌乱 我有些手足无措地看着他 对不起 我又把车给撞了 他上前来一把抱住我 力道大的让我感觉 浑身都要散架了 他的声音一字一句地敲进我心里 男婴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命重要 那个男人被抓了 他求了江玉衡很多次 想让江玉衡为他辩护 掩盖罪行 但以江玉衡的秉性 怎么可能呢 江玉衡很自责 一整天都喊着脸 打电话让律所准备起诉的资料 我一定要让他牢底坐穿 我安抚地摸了摸他的手心 开心点嘛 我这不是没事吗 要真的有事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自己 江玉衡就是那种 他可以欺负我 别人一旦碰我分好 都要对方十倍奉还的人 到底是出了车祸 身上有了些心伤 江玉衡怎么也要把我拽来医院检查 老太太赶到时 气冲冲地捶了江玉衡两拳 让你圆滑一点你偏不听 到处树敌 你别连累了我的男婴 江玉衡愣不吭声地站着 给我心疼坏了 妈 他不是不够圆滑 而是知识故而不识故 我就喜欢他这样 老太太被我逗笑了 白了江玉衡一眼 也就男婴惯着你 自家老公必然要惯着 能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 拒绝重金收买 坚守自己的本心 是江玉衡身上最大的闪光点 作为他的妻子 我自然不能拖他的后腿 最近话做的单子挺多的 看连银行卡上的余额 体会到了赚钱的快乐 当然 这是我偷偷地办的卡 俗称私房钱 但我还是打算用我人生的第一笔收入 去请江玉衡吃顿好的 我到律所附近的餐厅 给他发了信息 江律师 中午可否有空与小女子饱餐一顿 我请客哦 既不可施 要多少 只说吧 我没想跟你要钱 我今天领了第一笔收入 想请你吃饭 小人之心 哦 定位发我 我真的是罪了 要不怎么说我对江玉衡又爱又恨呢